我自己想一想也对了 我自己的训练过程都是 真的是不合理的训练 尤其是那些比较艰困的课程 甚至 我记得我在特战师之班的时候 也曾经被一个士官长 在那边稍微严格的对待 我还记得那个士官长 我不要说他的名字 说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是谁 我大概形容他的身材 大概182公分 然后大概90公斤 那大家应该知道 我说哪一个 三地组的 不是随意组的 战术组的 他就曾经在战技馆里面 下达一些比较不当的口令 那当下我也是 就算我挂街 我去受特战师之班 我还是学员 所以我当下也没有想很多 那其实你说 在特战里面 这样算不算正常 其实我们特战兵 不太会计较有一点点的不合理管教 因为我们特战就是跟陆军不一样 我们是特殊作战的部队 所以我们自己对于那个过程 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已经就是蛮能接受的 就觉得我都已经自己选特战 因为我们特战大部分都是自己选的 那你竟然本来就知道特战是一个不容易呆的单位 你又还要进来的话 为什么的字幕不见了 为什么字幕不见了 对啊 如果你觉得特战很辛苦 你又还要自己进来的话 那表示你本来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所以你就会看到 靠北长官粉丝专业上面 真正特战兵反应的事件很少 对不对 很少 你们去看一下 不是东子部的啦 就是陆军的啦 不然就是陆战队的啦 你很少看到特战指挥部的人 在上面写靠北长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部队本来就是这样 那你会说 那你的红文普还不是一样出事 哎 拜托 红文普它跟我们志愿的那种不一样 它是浴室 它是浴室 也就是说 浴官跟浴室 在你分辉教育绝训之后 你是要抽签的 那你今天如果抽签的手运气比较不好 你抽到特战指挥部 你就是要去跳伞 它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医官 你也要跳伞 对啊 你只要抽到特战指挥部 你就是要跳伞 这是规定 不然你就给他摔弹腿 然后打到一般的陆军单位 通常不会有人这样 你不管是怎么样 你是浴官浴室都一样 你只要抽签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EUV的嘛 所以浴官跟浴室 他们都是抽签的 你只要抽到特战指挥部 你就是要去跳伞 所以它不属于那种 自愿进来的那一种 那像我们这种是自己选 这个单位 包含现在的自愿义士兵 或自愿义士官和军官 你都是自己想要这个单位 你才选特战指挥部 不管我选特战干嘛 我神经病啊 他要跳伞又那么硬 我干嘛选特战 我还不如去入军后勤指挥部 上下班 对不对 所以特战的人员 几乎都是他自己志愿的 所以你会很少在 这个靠北长官上面 看到特战指挥部的官兵 做一些反应事项 比较少几乎没有 那你说他们的训练过程 或者是管教方式 有没有跟宪兵的这个单位 之前的状况一样 当然有啊 所以我就说 我为什么下部队的时候 看到非常非常很多 人多不合理的现象 甚至我还在97年回去 接受特战师之班的时候 一样被弄啊 那我又能说什么 我真的是那一次 被那个士官长弄到 我第一次这么不想跑步 对不对 也不能说他训练方法错了 就当下我们针对于 他的课程可能 不是说每个人都不用行 只是有几个人 他觉得非常的不在乎 因为有一些人 他在特战久了 可能有一些课程 他自己就已经很熟悉了 那我们特战师之班 所有的授训的人员 都是我们特战指挥部的 只是说 你要拿到特战师之班的这个证书 以后才可以交授相关的课程 所以去授这个训的人员里面 可能有些人 本来就对这些课程很熟悉 或许比教官 不会比教官差 差一点点而已 所以有些人上课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不是很认真 而且我们有几个官阶 都比这个教官还要大 所以可能就有些上课不认真 其实是有一点不尊重教官 那我是 我这个人就是 今天你是教官 你上了课我就会非常尊重你 我不会因为你的官阶 而把你看得很低 你今天是我不会的东西 你是个下士 我还是非常尊重你这个教官 所以我一直说 教育学术 是跟这个学历没有关系的 或是跟你的官阶没有关系的 你今天四官 你有博士学 我也觉得你是博士 我不会因为你是四官 我说那博士假的 不会 所以学术研究教育训练是跟官阶 或者是学历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对他是非常尊重的 那那一天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点不想甩他 那他就下了一个命令 如果我是教官我也会不舒服 我第一次跑跑步跑到不想跑就是那一次 我很想停下来 你知道他叫我们干嘛吗 不是在三地战技馆里面绕圈圈跑 对也是绕圈圈 但是我们是在海绵垫上面跑 海绵垫那个力量会把你吸走多少啊 比你在沙滩上面跑还难跑 我第一次跑都不想跑 我忘记跑几圈了啦 我真的是跑到最后很不想跑了 超级无敌酸 对啊脚超级无敌酸 甚至很多人都停下来 我还没有停下来 我只是速度变很慢 我还没有停下来 那你说这个算不算体罚 当然算啊 这哪有什么不算体罚 对不对 这就是体罚 但是有人反应吗 没有 你说当下不认真那几个 他更不敢反应 因为本来就是他错 那其他的人 其他还有二十几个人 我们有反应吗 没有 这就是特战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不代表这样是对的 他这样子做 其实真的还是属于体罚的范畴 只是说我们不在乎而已 但是我们不在乎 不代表所有人都不在乎 或许有人在乎啊 对啊 所以这个是我的部分 就是针对 我觉得到底合理管教 有没有办法适时的提升 有一些人的抗压能力 还是应该要稍微加注一点点 稍微游离在 边缘的东西 加注在人家身上 才会提升他的抗压 这个就大家在自己想一下 我也不能给你正确答案 你等一下要说 你得要跟你们连长说 哎连长我都是听那个怪物 他说稍微要给一点压力啦 所以我现在在给他们压力 千万不要扭曲我的意思 拿捏要拿捏好 真的是稍微有一点严谨 或许更能提升这个单位的这个抗压或战力 也不一定 但是你要拿捏好啊 对你拿捏不好 他就是体罚 他搞不好就是灵略 也不一定啦 所以这个 我只能说啦 今天听到这个女士官一讲 我才突然发现 哎对哦 那我以前受的那些训 全部都是体罚啊 不是吧 甚至灵略哦 甚至灵略哦 对不对 你说我接受到过这么多 严格的训练 有没有稍微 不管是用器具 或者是直接 对我实施身体上的攻击 也是有啊 也是有啊 这个在那种部队 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在一般部队 最好是不要发生 不是最好 是一定不能发生 我们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有一个案子登上了版面 就是有一个下士吧 不是被欺负 就全身都是呕呕嘛 那他们连上的人员出来反应 就是说 他们在实施格斗的训练 我第一次 我打过格斗台那么久 我第一次看到 人家身上很多的偶尖的 你说只有一点两点偶尖 我相信 可能格斗的瞬间 不小心拳击 拳头去打到他的手臂 那一两处 偶尖我相信 你全部的偶尖我就真的不相信了 你到底是要怎么练格斗练在这个阶段 太夸张了 对不对 所以还是有些部队 可能会因为你这一个人的软弱 或者是干部的强势 有时候会稍微做到过头了一点点 这都是非常不应该 这都是非常不应该 最好 还是按照合理管教的方式会比较好 或合理训练的方式会比较好 对啊 不如反复练习 也不要加深那个强度 我觉得或许还比较正常一点点